少林棍法 三分棍法 七分枪法 尖枪带棒 大轮大批 我叫徐元元 今年十七岁 我现在呢是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名武僧 我最善良的兵器呢 有刀 钢 剑 不过平时练棍比较多一点吧 棍是钝区 少林寺僧人用棍也是以慈悲为怀的宗旨 自敌而不伤敌 棍乃百兵之主 是肢体的阴长 一般能学习兵器的情况下 最先开始通常就是棍法 在少林棍法的家族里呢 它有六盒棍 烧火棍 镇箱棍 然后 哨子棍等八十多种套路 少林棍法技术当时有很多 批 尖 来 挑 扫 好 烧火棍呢 是少林棍优秀棍法的代表 此棍呢 又成猿猴霸 一扫一批全身折力 这些动作简洁明了 颇有实战价值 棍法命名 取军之于生活 历史上记载呢 曾经有一位 烧火做饭的僧人 他从烧火做饭过程中 悟出了这套棍法 当时在 匪寇攻上少林寺时 他以这套棍法 击退了匪寇 他就是呢 我们很推崇的 菊拿罗王菩萨 也是我们少林寺的护法神 我十岁西武 由于我小时候呢 成岁有好动 家人就把我送到了 一家登峰的武校里面 表现呢 还算突出 寺院里有一个学生的引荐 我到少林寺武圣团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少林武僧 你跳到同路吗 我平常也会接待一些 来少林拍摄的人 然后看他们拍摄 感觉他们拍摄还挺好玩的 试想呢 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拍一拍 好好拍啊 等会请你们起脚子 好 没办法 平时放松自己 没有别的 更多的还是拍摄 因为我更熟悉 每一个动作的要领 加上我拍摄的一些方法 感觉 他视频是很擅长的 不动了 我顶点挺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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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讲究因果 其实我讲究克制 在少林寺寺对我的帮助很大 不单单是我在武术上面的经济 更让我学会了武术最难懂得的一个道理 以武为体 以茶为勇 才说能让我更稳定 平和心态 以一颗不复杂和欢喜的心 认识自己